今天其實天氣還蠻不錯的 只是太陽比我預計的還要早出來 但是氣溫是很棒的 那在賽道部分還是在環冬大道上面 有一點小崩潰 然後還有在河濱裡面就是 裡面折返有逆風 然後到出南京東路的時候 也有一點逆風 然後這幾個點是比較崩潰的點 今天的狀態其實還蠻不錯的 所以在前30K就已經知道 可以跑進兩小時48這個目標 所以就往兩小時46去衝 但最後在南京東路上還是差了那麼一點點 然後進終點的時候差一秒破PB 實在有一點難過 再來渣打馬會再拼拼看自己的最佳成績 對